今天要來拆這一台 MS240的 在網路上齁 大概只能找到MS250的 那稍微看一下他們的 結構基本上應該是差不多的 所以 用MS250的來做參考就好 今天這一台看起來已經缺很多零件了 所以我們是要來學習拆機就好 以及檢視他有沒有一些零件還是可以使用的 我們最單身的集中 好了 我先把鱼切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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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濾器看起來還可以 拉伸盤,目前看起來也還可以,都算正常 高壓線圈不見了,所以這一台就算要修理零件買一買,不符合成本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拆看看其他的零件 看壓縮的話,還有一點點 所以等一下拆引擎起來,看壓縮有沒有問題 我的習慣是拆起來的零件,或者是螺絲盡量放在一起 像這樣子,就全部放在一起 花油器的話 直接這樣子拆就可以了 把火炒的時候拆住 我們把火炒在一起 斷子 這個把手有一點關掉 應該還可以 接下來看裡面是底部連成的 這把油氣就拆起來了 畫油氣看起來還不錯 更新的差不多 等一下我們拆裡面抹片看看 高壓線圈斷掉了這一根線還保留 所以我們看有沒有其他的線圈可以拿來替代的 目前我這邊是沒有機器可以替代的 先把油氣抹起來 先把油氣抹起來 就像中火 放入冰箱 放在冰箱 切成3个ограф 切成小熟 一顆 有一點點卡死了 沒關係 這個我們後續再來拆 機器沒有洗過是很髒 看一下 這邊拆掉 這邊拆掉 放到這邊 在這邊還有一根 這邊拆掉 閉上來 最寬的 可以拆掉 來自我 可以拆掉 然後再給我 一切 很好 我只能够吃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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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連接的,應該也要拆 它的煉輪,磨損到大概只剩6成的效能而已,它是325的,應該也是1.33的 離合器,嗯,還不錯,至少還有8成星以上 裡面,然後它要拆的話,看一下,可能要拆不少東西喔 等一下,看看這邊有一根乳酥,因為機器沒有清洗,所以有時候在看齁,不是很好看 然後它裡面這個油管有破掉,排黑油可能會有問題 它這邊有一根,先拆這一根,拆不起來,沒關係,我們再看看 這邊已經拆得差不多的話,看不下 它跟它是連結的,可能這個一拆就要一起用 所以我們先看,它有一個張力調整的 所以我們先弄開這個張力調整的 它類似水管夾,把它夾住以後 變配損到的,再配損這麼多 像你又慢慢用,現在要裝置 一邊,上面用這個模型提示 蛇的炙也上夾,看不下 這邊卡住,卡住還好 有什麼大問題 設計的有一點難弄 這樣子就拔起來了 所以它設計成這樣子 等一下要裝可能也不是很好裝 不過沒關係 我們最主要是要看一下它的引擎是否好壞 也是要先確認好壞 才有辦法決定 它開不取的原因 沒關係 先把這個 它綁進去 來一下 來一下 放入冰箱 這個杯輪可能不是很好拆 因為我沒有專門拆杯輪的工具 所以我們想一下辦法,看有什麼辦法可以弄 果然是不好拆 這個要特別做一個拆卸的杯輪的話,可能也是不好用 所以我們先暫時放棄吧 然後我們看一下,它的引擎怎麼拆 它也是連結挖,它設計成這一種的呢 是很好拆的 14V的打不起來換18V的打看看 18V的去撒出來 超高的 有一點點瘋了 先放一下 好,來說很高的 看到嗎? 太鼓的 ,太鼓了 不會吧 不乾抱 謝謝 一千塊 辣雙 大聲 充滿 很高,成功 好像沒有比較黃的 我們要來洗一下 倒來試試看 拆不起來 來,啊,想一下 欸,可以 放六條的看看 還是不行 再放一點,再試試看